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在这个正式的讲座开始之前 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数据应用学院吧 我们Data Application Lab专注于数据的相关业务 已经开办的有三年多了 然后我们向全球的知名企业输送过超过上百位的Data Scientists 更有不计其数的一些包括数据分析师 数据工程师和我们的商业分析师 我们被很多家北美的英文科技媒体 列为Top 10的North American Data Book Caps 然后跟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CIO的网站也是在本月把我们评为了 最佳的Data Scientist Book App之一 所以如果之后有同学们对我们的课程 或者对于AI包括DS和BA相关培训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和现在在我屏幕上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也欢迎大家扫码关注我们 然后我们在这个月月底的话 也会有数据科学家面试的课程 然后开放 然后在4月14号 会有我们商业分析师的课程开始 然后如果有感兴趣的同学 也欢迎多多关注我们的课程 OK我现在看到有基本上大部分的同学都已经进来了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讲座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 主要是讲数据分析类的岗位 如何打造黄金简历和技术宅们如何去Networking 然后今天的话题的话 其实很多同学应该知道说 大家现在在毕业之后去申请一些工作 那么面试的话 会是大家拿到offer之前的一个临门一角 那很多同学们 其实在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 其实已经达到了工作要求的水平 但是由于不太熟悉面试的过程 或者说不知道其中的一些窍门 而没有发挥出水平而导致面试失败 那么如何申请数据类职业 职业然后去避免这些常见的一些错误呢 那今天我们的主要内容就会讲到说 包括有咱们去掌握这个recruiting的timeline 然后大家去找实习和找for time工作时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然后怎么样能写出一份合格的简历 然后什么样的BA的简历会让咱们的雇佣方 会更加的青睐 然后包括如果你是一个纯粹的技术宅的话 应该怎样去networking 今天我们讲座的老师 Henry老师是毕业于UAC 然后也是工程 工业工程和供应链管理的双硕士 然后他在供应链行业的话 已经有五年左右的工作经验 然后之前的话是供置于一家咨询公司 然后在世界各地都做过很多的一些项目 然后目前的话 他也是在一家digital supply chain的 software公司负责这个项目管理的工作 在过去四年里面 Henry老师也辅导过很多的学员 包括从简历到cover letter的修改 到networking的技巧 然后面试指导等等 他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 还有经历 那么我们就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 Henry老师 为我们讲授一下今天的这个课程 那Henry老师 你等我先切换一下屏幕 OK 那麻烦Henry老师 你可以共享一下您的屏幕了 好的 好的 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屏幕吗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我看一下 OK 行 好的 那我现在就开始 首先非常感谢这个介绍 然后我现在开始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找工作 或者说是投递这方面的一些技巧 和一些注意事项吧 其实刚才已经把我的经历cover的差不多了 那其实我还是做再多提一下 就是说是 其实大家在找BA或者DA 或者做一些technical工作的同时呢 就是在做这些掌控的同时就是 大家可能主要的注意力 都是在这个technical技术上的培训 然后呢 如何去刷题呀 也好 或者是怎么样去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技巧也好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都忽略了 就是说是 其实你简历上呈现上的内容 或者是你技术上的一些东西 那毕竟也是一个敲文砖 但很多时候这些技术上的东西 除了通过刷题或者写白板去表达出来以外 很多时候都是靠你去和你未来的manager 或者未来的team member去交流 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忽略了 或者说是没有重视起来 说是和别人交流有多重要 那其实我不是特别技术的人 那我之前做一些系统的implementation configuration 那当时需要和很多人去 或者不同 因为是我在不同国家都做过项目嘛 就是交流其实是挺重要的一部分 就怎么样去理解好对方的requirements 对吧 就说是在交流之前 你要听清对方想要什么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更好去deliver你result 所以说今天我想从五个方面 讲述一下大概求职的一些技巧 一些方法 那可能我会更多的着重于软实力方面的提高 和大家怎么去准备 大概有五个部分 那么就是recruiting 简历 cover letter 最后讲上networking 还有一些我总结的一些interview的问题 还有一些interview 大家应该怎样去更多的去知道如何 去和你的employer或者未来的employer去交流 好吧 首先recruiting部分 那recruiting部分大概有一个general的process 那基本上大家投完简历了以后 然后呢会拿到这个interview 那大概可能一般是两到三轮或者更多 我这个指两到三轮是general的steps 那第一部分的话就是一般的hr面 问一下一些status 或者是你的一些工作status 第二部分一般就是这个你的经理面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onsign一个群面 基本上是这三大步骤 但是根据公司的大小与否的话 那可能会增加轮述 但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这些步骤 好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 我想说一下关于这个internship和fulltime的这个工作的一些区别 好吧 首先呢说是如果大家现在是在找实习的话 那希望大家肯定是focus在这个最大的公司上 然后最上这个时候呢 我这里给大家一个优先级 就是有一个internship 大家应该怎么样去prioritize大家自己的这个target公司 首先呢最好的肯定就是北美的一些知名的大公司 那其次就是北美的一些小公司 再其次呢 就是中国的一些在业界比较知名的公司 最次最次就是如果真的是没有太好的professional这方面的工作机会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去做一下学校里的RA或者TA的工作 那可能这个时候有些同学会认为 那我在这个美国找不到工作 那么做学校RATA就好了 那这不也是实习吗 但其实就是大概说大多数 或者甚至是90%的情况下 其实在employer的眼中 至少在这个就是工作或者professional业界的话 不太会觉得RA和TA的这个经历是实习 因为是学校的观 就是学校的这个环境和工作环境还是挺不一样的 所以说后面我也会讲 在大家的简历中怎么样去去学术化 不要反复的强调或者透露 或者indicate给employer说 我这个项目是跟学术相关的 我这只是一个学校的经历 然后对于full time的工作而言 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现在的毕业生也好 或者是正在学校的学习的同学也好 可能有很好很好的背景 大家就是找工作的时候 肯定对自己有比较好的这个要求或者目标 那当然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positive的一方面 但是我还是说希望大家在投工作的时候 因为或多或少的 相信大家大多数还是需要H1B sponsorship的 然后你有一些timeline的一些constraint 所以这个时候希望大家不只是去投大公司 那么希望把大家把这个公司方面分为三 tier 可能大公司中型公司和小型的保底公司 就和大家当时投学校的工作 就是学校的offer也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你要了解你这个职位 或者是根据你的skill set 能找什么样的工作 比如说你可能去找的 就是我就是想当BA 但其实每一个公司对于BA的定义可能不一样 那有些公司可能把BA就叫做什么business process analyst 那可能你这个是这个 比如说你这个BA是在supply chain行业的 在供应二行业的 你可能还是做BA的工作 只不过是在supply chain industry 那可能公司在招聘的时候 它的title就是supply chain analyst 那可能是data analyst 所以说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 除了要把自己的申请的公司 tier成不同的分类以后 也要去注意把找工作的title 要了解自己的skill set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那么去expand一下 job title 去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这个最后呢 我想在这个部分 关于processer priority这方面 推荐大家两个网站 希望大家自己去花时间看一下 一个是myvisa jobs 那这个网站基本上就是可以查到这个公司sponsor多少人 比如说你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比如像viwire他一般就对外就说我们不sponsor 但是你会发现他是这个在sponsor的这个公司中 他是数一数二的sponsor人最多的一个公司 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公司是因为police也好 政府原因也好 或者内部原因也好 他说不sponsor 但其实有些公司你进去了以后 或者你实习完了以后 只要你得到公司任何sponsorship 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不能完全听信于 公司网站上的一些描述 那大家去这个网站去搜一下 搜一搜这个公司 比如在去年到底招了就是sponsor多少人 这个网站会显示出来公司往年sponsor了什么样的人 他的title是什么都会了解 而这个H1B data info会显示出来 不仅显示出来就是这个公司 比如每年招了就是sponsor人是什么样的人 还会显示他们的title 还会显示他们的这个sponsor开始的时间和他们的薪水 所以有时候大家是从glass store上了解一些他们薪资水平 因为你毕竟想去一个公司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公司他设置薪资的时候 因为glass store他不会区分说这个人是需要sponsor 还是不需要sponsor 他就说只要是员工我就会有这个数据这个database 但是有时候可能sponsor或不sponsor 考虑到律师费用的原因他可能他给你的工资不一样 而且大家也知道说是当你工作到这个公司的时候 那也可能title是一样 那可能有的人是五年工作经验去做pm 有人是三年工作经验去做pm 有人是一年工作经验去做pm 但是他们的薪水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能在glass store或在一些其他网站上 看的更多是average的一个水平 但是你可能从这个h1b data info上能看到一个更具体数字 尤其是这个data是对于咱需要sponsor的人的 是一个更准确的一个数字 或者是一个职业sponsorship 还有这个薪资的一个具体信息 好吧 后面呢我想关于recruiting的话还能讲一下timeline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是在找internship的话 那如果是一到三月这个时间 我希望大家能花30%到大概可能到50%时间吧 去尝试一些大公司 那可能在30% 40%的时间考虑一下中小型公司 那可能还有一些如果还有一些富裕的时间的话 去考虑一下国内比较有名的公司 对吧 如果是4月到5月的时候呢 我希望大家如果到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positive的消息 或者没有面试 或者没有一些answer 没有一些确定的说是招聘的一些progress的话 那希望大家把考虑大公司时间要减少 好吧 然后呢更多的时间去留给中小型企业 或者国内的实行机会 因为其实国内很多企业 还是很看重留学生的背景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回国会有更好的一个机会 因为咱们的target并不是说是一定要此刻一个大公司 更多的是你要有一份工作经历 那你这份工作经历 你这份professional工作经历 是会对你之后找全职工作会有很多帮助的 那如果现在已经是6月8月的话 那基本上你如果是在美国实习的话 就已经差不多开始了 对吧 比如说是5月份或者6月份 已经差不多开始一些公司实习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多的就是准备全时 准备拿return offer 继续和公司networking 内部人员去networking 了解公司 是不是你真正以后想进入的公司 对吧 那你可能已经回国的了 或者是在校的话 那你肯定还是继续准备自己technical的部分 那继续准备全职 或者做些项目 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相关的经历的话 那至少做一些和自己专业领域 或者和自己想从事的领域相关的项目 对吧 去充实自己的经历 那当然这个dataapplicationlab 可能也是可以帮助到你去充实这方面的经历 那基本上到8月或者是9月的时候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就是相当于一个秋季招聘 秋季招聘 大家也知道说是招聘量最大 也是大家应该最重视的一段时间 因为9月到12月这个时间 那如果大家开始这个秋季招聘高峰 或者是开始这个去冲刺的时候 那肯定是要去做充足的competing research networking 然后去准备申请材料 然后记住 还是希望大家去准备一个job application tracker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spreadsheet 可以记录一下 比如说你升过什么公司 什么时候升的 那大概你可能fullup是什么时候 那可能fullup如果有消息 没有消息都是什么时候 相当于是要记录一下申请这个公司的 什么用户名 密码之类的 因为比如说考虑到后期 你可能还会再升这个公司的工作 所以基本上是要去tracking and trace自己一个找工作的progress 那很多人可能认为 我找工作什么时候找工作 我就是去公司网站 网深点 填完信息apply就完了 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 就说是一些个人建议 这个只是找工作的开始 有一些同学吧 就可能觉得说是我就是去公司升 然后跟我说 我一天升了10个公司20公司 但其实如果你只是去官网升了一下的话 我觉得你基本上就到这个公司没升 因为你升完这个公司以后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后面还会去 去这个公司的网站 去link in 去找谁pull的这个工作 找recruiter 然后或者是如果找不到谁是recruiter 会找这个组里 或者根据地点一些filter功能 去找到 大概是未来是做这个职业的人 或者这个职位的manager 我会跟他去networking 会networking几个人 去reach out 去让他再去reforward我的经历 或者是确保我的简历 能到hr的手里 我会做 后面会做很多关于networking的内容 去确保这份投递是有效的 那其实大家知道网上投一个经历 其实真的只是一个开始 并不能guarantee你这个简历 是真的到到那个人的手里 或者说是你也知道一些大的公司 hr每天要看成百的简历 他看不看得到你那份 即使你qualify 他看得到看不到你那份简历 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说与其和机器打交道 我希望大家更focus在和人打交道 好吧 那关于fulltime的话 我会有几点建议 那可能根据你是冬季毕业 也大概就是12月毕业 或者夏季毕业 就是5月毕业 会有不同的strategy 或者说是你应该注意的timeline 还是不一样的 那对于冬季毕业1月2月 对于夏季毕业1月到4月 那这个时候的话 一般上就说是 如果你是冬季毕业的话 大概你这个2月的话 差不多OBT也开始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如果考虑在学校做RITA的工作的话 那你尽量的话 你可能要提前一个月开始跟老师套词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要思考一下OPT的问题 那么我有一个这个90天的frame 我大概多早开始多晚开始 然后这个都是要注意的 因为你知道 OPT开始了 你才能工作 你比如说OPT 你开始时间比较晚 但是OPT开始之前 你又拿到了offer 那有些公司是你勾 有些公司就让你马上工作 对不对 有些公司是可以negotiate 说那我开始到 我OPT开始的时候 你在工作好不好 那有些公司可能 尤其是大公司的话 那policy比较严格的话 他会说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 如果你这个时间开始不了 那我们只能去找下一个candidate 就因为他们其实发offer 也会他们有一个pipeline 他们会有好几个candidate 那top1不行 我们就走top2 所以大家要考虑结合资深情况 考虑好这个OPT的开始时间问题 还有就是要注意入职时间 H1B材料的准备 和一些这个H1B的时间的timeline 好吧 对于如果是对于summer毕业的话 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和冬季毕业的人差不多 但只是说你的时间会更充裕一点 因为你是5月份毕业 所以这个时候你和你1月到4月的时候 你需要同样考虑 就是和冬季毕业 是一二月考虑的问题 是同样是要去考虑的 那如果是3月到8月的话 对于这个秋招 秋招前的这段时间 大家肯定是要不能显现的 那这个时候 我希望大家能去考虑一下 一些小公司的internship part time 或者大公司的一些contractor 那这个时候我不太建议大家去考虑一些大公司的internship 因为大公司的internship 一般是要求 你是要求是你在实习结束后 还有一个学期是在学校去学习的 而小公司一般就是policy比较flexible 没有这个要求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是你如果这个时候 3月到8月找大公司的这个实习的话 可能是不适用于你 那如果是6月到8月 对于这个summer毕业的学员来说的话 其实考虑的事情和3月到8月 对于冬季实习的人 冬季毕业的同学考虑的差不多 然后同时你还要考虑这个opt的问题 那其实从9月到12月开始呢 基本上大家还是考虑那几个项目 就是你和大公司和internship考虑的 那段时间考虑的事情一样 就是去这个在这个竞争非常强烈的这段秋招的 也是机会最多的这段秋招的时间 去好好的准备怎么去投递公司 对吧 后面我会讲说除了你去海投以外 还可以去找stuffing agent stuffing company 或者去网上增加你的visibility 不只是你主动的头 还要让机会来找到你 好吧 后面我会再详细去讲一讲 OK 我最后会给大家一些时间打一号 然后今天讲的内容也比较多 我会根据大概讲的时间和内容 会进行一些薛微的一些调整 这个图的话 我可以大家看到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简历 在茫茫人海中 真的是你要知道怎么让自己的简历去stand out 简历的话我想讲一些具体的内容 首先是我认为是简历面试 carver letter 甚至是你找工作的一个核心思想 这是我一直在也是在我过去做过大概四年的 兼职做了四年的这个职业辅导 我一直反复的在和我以前的学员说 就是说是你一定要从employer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从一个professional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站在employer的角度 或者站在hr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那这句话说出来简单 就像我们交朋友的时候 人家都在说不能自私 我们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但是真的是咱们在为人处事 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有多少次能真正做到从对方的角度思考的 可能真的是咱找着找着工作的时候 或者写着写着简历的时候 就让了自己的一些主观思想 而不是客观的去评判自己 是不是真的从employer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是没错 你是你有很好的经历 比如说你有很好的什么社团 你是一个社团你的VP 你是社团你的主席 然后你乒乓球多强 你的一些业余运动 或者摄影技术有多好 但这些跟找工作是无关的 请不要在你的简历上 如果你能在你 毕竟简历只有一页纸 所以说你如果能在这页纸上 能更多的写你的工作经历 或者项目的经历的话 几乎你就不用再说你的leadership interest甚至一些research经验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想去做学术研究的话 你可以写自己research publish什么样的论文 但其实对于找工作而言 这方面并不是很看重 除非你写的论文 研究那些实际的经验 是真的跟这份工作直接相关的 否则的话 几乎也不会看这方面的经历的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你只有一页纸的空间 那么其实你就是相当于 我有一页纸去夸自己 去表现自己 你如果把一些空间运用在了无关或者不重要的信息上 那就相当于你缩小的自己能展现自己的 自己就是这些优点的一些空间也好 或者这些说是时间也好 好吧 这个时候呢 我还要再提一点 就是关于research这方面 或者说是一些project经历 很多同学都因为是也是 因为是在学校学习 或者是刚毕业 很多时候都还有一些学生那方面的思想 这也很能理解 但是我需要说一点 就是要去学术化 比如说你有些项目经历 那有些同学就特别喜欢写 Academic Project 作为title 然后提一些项目经历 你这些很多项目经历 尤其我还辅导过一些MBA的学员 他的很多项目经历 其实就是跟公司相关运用的 也是真实公司数据 然后也是和实际工作很相关的 他就反复在强调 比如说他们小组 什么几个小组 他们拿了什么一个第一名的成绩 然后教授给了很好的评价反馈 还拿了一个A加的一个分数 这些都会在无时不刻的透露 你这份实习 或者你这份项目经历 是一个学术经历的话 尤其他看到这 他会觉得这个估计就是一个课程 估计就是一个项目 即使你这个项目只是一个课程作业 但是请不要透露出来 或者是再反复提醒尤其他说 我这只是一个学术作业 我这不是一个真实的工作经历 好吧 因为是我发现有很多很多学员 他的经历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无时不刻在透露自己的一种 就是学生思想 而并不是从一个professional的角度去思考 我是要去投一份 就是毕业以后的工作 所以希望大家能去注意一点 那可能还有优势学同学 他的真的是 思想就是我想展现自己 一个全方面发展的自己 我真的有很好的这个 这个这个 leadership经验也好 或者是学术经验也好 但是但真的是跟找工作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 然后下一点就是formatting error checking 就是细节细节再细节 请大家注意自己的行间距 然后包括拼写 包括一些格式问题 不要出现这项问题 美国的话 北美投简一般就是one page 但加拿大的话可以允许两个page 大家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这一点我刚才也大概说了一下 就是说是你投工作 是投你跟你这份工作相关的经历 需要去写进去 不相关的就没有必要写了 好吧 知道哪些是相关的 哪些是无管的 比如说你以前的社团 或者一些interest是没有关系的 下一点我想重点讲一下 就是key accomplishments relevant experience skills 这个时候我想说一下 就是说是很多同学 很多很多同学 所有的经历全都是没有结果 就是说是你说是 比如说是你是一个会计 或者说是你 就这样说吧 说你是一个BA 他就说是我在什么什么分析了系统的一些东西 就完了 但是请问你分析完了以后 有什么结果吗 他没有写 或者说你的结果 能不能用百分数的形式 形式或者数字的形式去表达出来 很多人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说基本上在我去检查一份简历的时候 我要求每一份bully point都是用一个精准 并且能突出你能力的通词 通过某种方式方法技巧工具软件 最后达到一个能突出你能力的结果 并且这个结果最好能用数字或者百分比的形式去表达 好吧 那有些同学可能还会说 我有一些结果 就是没有结果的呀 但是我想说 如果你实在想不出 或者实在论证不出来一个结果的话 请你说一下它的目的或者意义是什么 你不能告诉我 你做的一个bully point 连它的为什么做它 为什么做它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都没有 这个我相信是肯定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如果实在写不出来结果的话 请写下它的目的和意义 而并不是只是平铺之序说自己干了什么 然后就戛然而止了 好吧 然后一般简历的话 我会分为这几个大部分 education 第一部分 然后后面就是work experience project experience 然后呢会有时根据自己的重要性 我可能会在education的后面加一个section叫skills 后面会写一下 罗列一下自己的technical skills 然后后面我还想再说一下 就是说是一般 大家在写自己简历的内容的时候是按倒序形式 就是比如说work experience 里面你有三份工作经历或三份实习经历 先写2018年的再写2017年的 再写2017年比如说年初的 就按这个倒序顺序 然后里面的bully point的话 比如你有五个bully point 每个经历 请想好怎么去安排他们的优先级 好吧 安排他们的优先级 然后比如说跟data相关的 其实有三点写在前面 可能有两点是跟project相关的 是跟team player相关的 可能写在靠后的位置 毕竟你是要偷一个data相关的工作 好吧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下 就是关于project experience project experience的话 请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再反复提及自己是一个学生的一个角度 要去学术化 这个的时候这是一些action work 就是网上也有 然后我自己也总结了一些 大概比如说 如果你做communication skills的话 你应该用什么词 research skills应该用什么词 如果你是做这方面 应该用什么词 好吧 后面的话我想 不好意思 我先退出一下 后面的话我想给大家快速go through一个例子 好 这个例子的话 更多是一个写的不好的简历 所以希望大家能借鉴一下 怎么样 看看这里面的错误 你是不是有出现过 去award一下 第一点是关于一个你的名字 前而建议大家写一下自己的英文名字 因为是老外有时候有一些中文名字 老外它是念不准或者念不好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写的英文名字 就更好去impress它 而如果最后面试完或者networking完了 他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你有何谈让他记住你或者你的经历呢 对吧 然后就address 你也知道就是在 尤其是在湾区投工作 很多工作都会prefer local的人 所以说如果你不是local 或者说是你要prefer某一个city 或者一个城市的工作的话 可以相对应的改一下自己的address 对吧 如果当时他问你说 那你这个为什么写加州 而你现在是在比如在德州上学是怎么回事 你就可以说 那个我家是在加州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希望能那个是当时毕业完了以后 然后我会回到加州去找这方面的工作 然后后面的话想说一下关于duration好吧 就是这个时候大家关于这个日期的话 有时候大家有时会忘记去写duration 然后比如说 比如说是你这段经历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的 希望大家去注意一下 还有就是gpa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正在在这个学位上读书 你可能没有gpa还没有出来final的gpa 但是如果即使没有出来 希望大家写一个就是as of today的一个gpa 如果你不写gpa的话 一般employer会认为你的gpa低于3.0 好吧 然后后面是这个关于经历 不要写什么business experience 就写work experience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你的title 应该你可以adjust你的title 就是你可能当时公司offer letter上不是给你这个title 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些经历的相关性去改一下你的title 去使得就是能量employer能一眼看到这是一个相关的经历 或者相关的title 当然你的这个bully point sequence也很重要 这个时候可以给大家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generateddailymonths 什么什么payroll in order to做什么and improve unloading efficiency 基本上他这句话就没有一个result 他没有说他做了这些report的为了什么 或者这些report的给他们带来多大的重要性或结果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bully point increase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他用了很多数字说一个结果 但是大家没有发现他这里只说了一个结果 但他没有说说是自己用的那种master 或者那种software去达到这个结果 好吧 后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大家可能会不太注意的问题 他会说create a spreadsheet to read什么什么什么in order to 但其实大家知道你这个如果说create a spreadsheet 然后后面去做做什么东西的话 你会发现你的重点变成了create a spreadsheet去做什么什么 对吧 你更多的是应该强调你怎么去collect requirements 去read important 去prioritize your requirements 然后by using a spreadsheet 最后达到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到时候要运动一下主动被动 或者调整一下自己句子的顺序 去达到一个怎样去把自己的重点 突出到最前面的位置 因为很多时候在hr就是看你的简历的时候 他一般只会有30秒最多就是一分钟时间看你的简历 所以有时候他不会注意到你后面的内容 所以记住记住就是把你最重要的主干的内容写在前面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说是大家注意说是你的一些点的时候要注意说是 highlight你的分析方面的技能和你的achievements 相关性很重要 你要知道你简历中和你身的工作最相关的部分是什么 好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是要知道如果你有很多result的话 或者很多achievement的话 请说一说你这份bully point最相关的achievement是什么 然后后面的话是你的这方面 据说是有的时候 据说是尤其是大家做一些特别技术的一些相关的project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写很多detail或者很多技术方面的内容 请大家注意说是一般一个bully point 它的长度就不要超过一行半 就是一定肯定不能超过两行 你一般写三行bully point几乎就没有人看了 而且大家也很难去从里面挑来重点 一般写到一行半为止就是最比较一个合适的一个长度 或者你把它break成几个bully point 然后记住说是不要 当你这个一个bully point有很多细节的时候 不要放了太多太多的细节在里面 尽量去种一个简单直接 让employer无论是hr还是说技术人员 他都能从简单的方式 直接的方式去了解出来你在做什么 好吧 后面的话就是说是如果可能你有一些 不是很重要的technical skill的话 然后就是不要说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technical skill的话 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people skill 或者management skill 或者一些是project management skill 因为其实并不一是每一份经历 尤其是你刚开始一些实习都是有很多的technical skill 可以说的 那这个时候其实一份工作 它容易分为两个方向 一个是你专业领域或者技术方面的方向 比如说你分析的什么数据 用什么工具 那其实每一份工作你都是和人去工作 所以你可以说一说你怎么去和人去沟通 怎么去做好一个team player 怎么去track and trace这个项目on track 你怎么样去provide你valuable input 给你的supervisor也好 给你的team member也好 最后使大家去coordinate好 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就是大家一会儿去朝着project objective去工作 好吧 然后这个就是我说过的 不要说你是一个academy project 就说project experience就可以了 另外的话有一些project经历 大家不太会写自己的title 你可以写自己是team leader 即使你不是 你可以只要你了解出来了team leader 到底做了什么 你就可以说你是一个team leader 然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描述成 是一个从一个team leader的角度去说 因为其实有些地方可能是由于当时一些组织原因 没有去实际去操作一个team leader 但是其实你很多的invoment 或者是你很多的角色 都是扮演了一个team leader的角色 所以说你可以写下你的title也好 或者是写上你是team leader也好 好吧 然后另外的话 请把你这个project title 或者exerence in a way that employer will understand 对吧 比如说你像这个经历的话 他会说这个risk analysis 有些同学可能会说一些非常拗口 或者非常长的一个project title 但其实让employer一眼去看的时候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这个project到底做什么的 他可能一看啊 这个project经历挺长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那干脆我就 你跟我pass out 就是可能他就不看你这份经历的具体内容了 因为真的是hr或者implorer看你简历的时间 在share你简历的时间 时间非常非常有限 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去看你的细节 所以真的是你应该知道这份简历中哪一部分应该去加粗 哪一部分要写的简单一点去抓住对方的眼睛 后面的话我想说一下就是关于activity啊 这方面就几乎就不用写了 因为这些跟你找工作几乎没有相关 还有些同学technical skill的话 尽量写自己相关性的skill到罗列上去 尤其是申请一些跟技术比较相关的职位的话 可以把自己的skill下的就写在紧接的education的部分 另外的话就是language 还有一些同学写自己的language 写自己会英文 你既然已经是在美国找工作了 然后也是在投美国的职位 就不用说自己会英文是一个language的excue了 好吧 所以我这好像有一个chat OK Karlatter部分 Karlatter部分的话 我大概就非常简单的讲一下 因为这个其实也是 不是在咱这次讲课的大纲之内 但是我还是说想点一下 说是Karlatter的重要性 那其实Karlatter的话 我想首先说一下 就是说是 H2每天可能更多的是看你的这个简历是吧 简历一般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 但是他也是希望能看到你的Karlatter去描述这一些 比如说感性思维的东西 那基本上Karlatter的目的就是引导着H2有心情 看你的简历 当然并不是每一份 每一个公司都是要求去 你要去SummitKarlatter的 那基本上Karlatter有这么几个作用 第一呢就是向面试官展示自己 然后呢说是激发对方 读你的经历的顺序 因为简历上是屏幕直去的 12345这几个点 而Karlatter是用一个例子 一个故事去引导面试官 去了解你为什么适合这份工作 所以这就是引导的第二点 就是Karlatter要解释你 为什么应聘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为什么适合你 所以呢还有就是第三点 就是在你阐述这份工作 为什么适合你的时候 你可以拓充你的简历 突出你自己的竞争力 好吧 然后Karlatter的话 我一般会建议写成 三到四段的就是一个长度 那首先呢就是 首先就是开头部分 开头决定了HR 是继续会读下去 还是直接删除你的这个邮件也好 所以说一般上 刚开始会这种什么 刚开始会说 I'm writing this to express my interest to 什么什么之类的 会表达一下自己 然后会high level的介绍 自己的一些经历 大概就是两到三句话 然后中间段落的是你的主体 你要知道 Karlatter并不是要重复 你简历中的内容 这一点你要注意 这就是Karlatter主干的部分 重点是你要在这里找到 你和公司的共性 有哪些交叉点 你为你进来公司以后 能为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以及为什么适合这家公司 如果Karlatter的主体 可以用一个 我的建议就是用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来说你的一份 一份specific的工作经历 就怎么突出了你的能力 你在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团队合作 和独立完成的能力 比如说一些专业领域的兴趣 这份经历怎么就 lay the foundation 或者是pave the road for your future opposition in this company 对吧 然后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主体部分 我看到一些 Karlatter就是罗列要点 就是大概是找了一些 review 没中的点 然后再列出来 这点我是强烈建议 不要这么写的 这样的话 你无法区分你的Karlatter 和你的简历了 更多的是要用一个例子 去来写你中间的内容 好吧 最后结尾 结尾的话 尽量一定要用 比较简洁 一些易懂的一种方式 用简短的话 去重申一下 你为什么适合这个岗位 以及你的经历 如何在新工作中 帮助你成功 然后呢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然后表现 表示了希望以后 能在面试官方的 时候进行面试 最后表现一下 感谢 基本上就是 这么一个流程 好吧 然后呢 后面的话 我看还有15分钟的时间 后面的话 我想再讲一下 Networking的内容 首先是 关于career fair的内容 好吧 career fair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 罗列了几个 Bully Point 我对career fair的一个重点 或者是一个建议 就是一定要做research 好吧 你要去公司网站上了解 你想申请的职位是什么 他们现在招什么职位 他们可能现在这个公司正在 ongoing一些project 或者一些背景是什么 然后去出来一个自己的list 这样的话 你好知道 在这个 这么几百个摊位中 或者上百个摊位中 你能找到哪些公司是你的priority list 这个时候你去投它 因为你是 你要知道你在career fair的时候 然后你是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去排队的 你要知道哪些公司sponsor 利用我刚才告诉大家的一些网站 你要了解这个公司 才能知道怎样去更好的有效 把你的简历投到哪里 另外还有大家去建议大家 career fair的时候准备一个project portfolio 好吧 就是基本上我去 以前我去做这些事情 一般就是一页纸 第一页纸 第一页纸是一个table of content 那后面我每一份 那比较 我觉得比较能展现自己能力的项目也好 经历也好 都会用两页纸 第一页纸是这个项目的一个overview 一个highlight 第二页纸是一些visualization 一些图表也好 一些flow chart也好 或者dashboard也好 所以我在和employer去reach out 去联系 去聊天的时候 我会给他们发一个handout 这样的话 他会像看presentation一样 一边我在说我的经历 他会有一个visualize的一个handout 去显示出来 我到底具体做了什么 这样的话会特别容易去impress对方 另外的话 就是大家注意要去做好follow up 就是不要觉得就是你投完了那份工作就完了 或者是就像你面试完了 或者说是你networking完了 如果你information session参加完了就结束了 这个只是一个开始 他每天要跟上百个人说话 他很容易就忘记了你是谁 或者是谁是最适合的 好吧 这个时候记得一定要去要对方的联系方式 那后期要做些follow up 然后也要自己到时面完就是跟一个公司的一个一个介绍人聊完了以后 要记一下当时你们谈话一些highlight什么 那到时候你去发一个thank you letter 或者follow up的时候 你也知道应该去follow up什么内容 然后去提醒他 你们都聊过什么的内容 好吧 然后后面的话我可以介绍给大家一些关于networking的practice 一个叫networkafterwork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这是一个组织 是可以大家去去networking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或者一个活动 每个月会一些大城市 基本上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次 然后大家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时间问题我就不赘述了 还有就是meetup meetup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toastmaster 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一些尤其是一些技术的一些同学吧 他可能平时不太会注意去build up自己一些presentation skills 或者build up自己去讲故事的能力 或者去交流 去怎么样去把自己经历用一种生动 或者是用一种比较有力的形式去展现出来 去交流的问题 那这样大家就去参加一下toastmaster toastmaster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chapter 有的chapter是偏故事化的生活化的对吧 有些chapter是偏professional的 大家可以去research一下 我到时候会参加比较偏professionaltoastmaster 会练自己的演讲能力 然后去跟大家怎么样去用幽默分析的方式 去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然后呢也去怎样去更好的去跟对方去沟通 这个都是对于大家去不只是找工作吧 对长期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哈 你刚开始可能是做技术做一下 然后后期的话更多的时候 你在职业发展做了三年到五年以后 你可能要做manager的职位 那个时候更多的时候 你是有很多交流沟通的部分在里面 下面的话呢我想说一下关于linked和emails这方面的内容 linked的话有很多这个techniques 关于linked的话 大家注意一下要写这个你的summary 你的profile 基本上就是你copy你的简历 然后呢记住可能有一些经历 你可以找一些你的同事去写recommendation 然后呢去增加你这份简历的真实性 和这个让别人看你的profile 是能更好的去了解出来 你这份经历是很有利的 这个catch the line 大家可以去往google一下 linked catch the line 基本上是帮助你去增加你的connection 一般上你怎么样去build up你的connection 好吧 因为有些你因为是你到后期的话 你要想去做networking的话 如果你到一个公司的话 你发现你的connection 你都没法给它reach out 没法去发email的话 你这样的话会大大减少你networking的一个广度 那么我刚开始可能刚开始build up我 头500个connection的时候 我有一些是通过自己家伙catch a line 当我build up到1000 2000个 我的connection的时候 后面的话更多是这种加成效应 到后期的话 我是慢慢的去通过自己的一些networking的方式 然后去build up了很好的connection 最后也发现其实到每个大公司都有一些我的connection 去可以去reach out 另外的话是后面我想说一下关于email和message 如果对方是你的firstconnection的话 你可以去发message 如果是你的secondconnection的话 你可以发email 如果是你的thirdconnection的话 你连email都发不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要去建立自己的 扩展自己的networking 这样的话可以扩展自己 可以reach out reach out到人的一个广度 然后后面是send invitation 大家去加一些人加networking invitation的时候 集中不要用default的那个message 自己去customize这些message 然后发给对方 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非常真诚的想去value它 在你的network中 而不是说是一个message 就是点点点 然后去发in invitation 另外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linked中 可以search company search工作 也可以search你的学校 可以找到你合适的校友 上面有很多filter 比如说公司 你可以找到这个公司 在这个地区 然后这个job title 或者说是这个领域 它都有什么样的人 你可以用不同的filter 去找到最合适你的人 还有授予这个找工作 大家可以去再去调试一下 这个时间问题我就不赘述了 alumina 这个很多人没有利用好 就是你去你们学校 然后呢去可以看到你们校友 或者已经毕业的校友 他们大概在哪些城市工作 在哪些公司工作 他们现在职位都是什么 你可以reach out到你相关 你最想reach out的校友 然后通过校友这种关系 去找他们 让他们帮你去refer也好 bw也好 好吧 后面的话我想说一下 关于email的话 email的话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三个必备的email 一个是to recruiter 一个to manager 还有一个就是thank you letter to recruiter的话 一般这个email会比较开门见山 去说我是想生工作 我有什么样的skills去match 那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就和你聊一下 或者能不能给我机会去refer一下我的简历 如果跟manager 或者同行业的人的话 就不能这么开门见山了 更多的是以一个学生的角度去说 我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 我对你的职业 不对 sorry 应该说是你对这份他的职业背景很感兴趣 然后呢 你很想去学学他是怎么去一步一步做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build up这个经验的话 更多是以一种profession的角度去学习的角度去reach out thank you letter的话 一般就是你networking interview carefire之后要发生thank you letter 那当然其实主要的就是目的不是为了表示感谢 而是为了impress对方 让大家记住你 或者说是知道你 有这个非常强烈的 就是投简历的意愿 好吧 后面的话我还要再讲一下 关于staffing agency staffing agency的话 一般就是有一些staffing agent的网站 大家可以去reach out一下 去了解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是这些staffing agent相应有猎头网站 你可以去查在你所居住的城市附近有什么office 到时候你去reach out他们的公司的人 然后呢去让他们去帮你找工作 把你的简历给他们 他们会安排一个interview 去了解一下你这份简历到底是 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你到底想省什么的工作 然后这个时候的建议 大家不要跟他们说你需要sponsorship 因为他们会有一个priority list 那如果你说你需要sponsorship 基本上你的priority会比较低 他们就不会actively去帮你去搜一些工作了 等你拿到面试的时候 你可以再去跟employer聊 而不是要跟去跟staffing这些人 去说你需不需要sponsor 那后面的话你就要去follow up一下 去跟他们去继续去保持联系 这个不同的staffing agent 他们可能的效率不一样 我就在比如说我在 在apple one 在experius 我都遇到过很好很好的staffing agent 他们会给我了很多很好的job opportunity 然后他们去非常activity去把我掌握做 当然这些staffing agent 你是不用花钱的 他们一般是通过两种方式挣钱 一个就是他们每帮公司找到一个人 公司会付他们一个人头费 还有一个就是说是他们可能 会通过subcontract形式 就说是比如说你这份工资是一个小时50块钱 可能staffing agent 都会从中里面可扣一些钱 到你这就变成40块钱了 通过一些方式 当然这些都是negotiable 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这种方式 因为很多同学感觉不太会去通过这种方式去扩大自己找到工作的opportunity 最后我想讲一下关于increase your visibility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些网站 把自己的profile和简历po上去 好吧 记住不要直接把自己的简历直接上传上去 通过create account 然后复制粘贴corresponding contents 去到不同的field 去粘贴到不同的field当中去 这样的话更有利于一些recruiter 一些staffing agent去search到你的简历 好吧 他们search到你了以后 他们会给你发一些email 然后去告诉你有这些opportunity 然后一般这些opportunity来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些是临时工 有一些是contract 好吧 有一些是先临时工 然后最后转全职 有些就是直接就是全职的工作 所以有不同的职位 那基本上就是他们会先发一个email 然后或者说是 然后会让你去给他们回个电话 聊一下你的一个工作状态 你的求职需求 然后可能再跟你聊一下这个工作的rate是多少 然后他们会给你安排面试 基本上这样去找到你的人 一般那个职位要的人都会比较急 好吧 那这个时候注意去negotiate 或者是去问他一些 注意一些问他一些问题 那如果当然要小心 就是说是要杜绝ICC公司 或者一些印度consulting公司 他们会有那种是比较那种 有点偏illegal的一种形式 所以大家要去甄别 这个公司是属于那种ICC公司 还是那种比较正式的staffing公司 好吧 最后的话就是interview interview的话我会带大家准备了一些 比较重要的behavior question 和一些比较重要的situation question 我看可能是由于时间问题 我没有办法就是详细的讲这些内容了 这个时候我想提最后提 花一两分钟时间提一下 就说是大家可能去网上搜一搜 比如什么面试behavior100问 80问50问之类的 基本上所有behavior question 逃不出这些问题 当然我说逃不出这些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你要记住 就说是你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准备好了不同方向的答案 但是你准备完答案以后 你重要的不是你看问题想答案 而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你的答案 能应对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通过拆分组和模式 模画式的答题的话 打面试的话 你可以真的是面试 基本上你的behavior question 加上你的situation question的话 可以tackle面试中80%所有的问题 好吧 situation的话我想再做最后 多提一点situation question是指 这个里面behavior的话更多的是讲 你的一些example 好吧一个简短的一个example 去讲你的面试答案 而situation是去讲一个story 有开始有经过有结果 有方式方法技巧 有最后的你的achievements 基本上比如说你的简历中 有三份工作经历 两份project经历 那么针对于你每一份经历 都要去准备三个story 根据这三个方向 那基本上如果你是刚才那个例子的话 就需要你要准备15个story 这样去cover你的例子 这个时候当你cover你的story 准备的比较全面的时候 这样的话 基本上面试中所有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situation question 甚至一些case的话 你都是可以去灵活去面对的 当然我今天真的是没有时间去详细展开 大概每一个问题 你都会有不同的思路去回答 或者怎样去展开这些例子 今天可能更多 我是给大家一个high level的建议 给大家一些high level的一些structure 那最后有些可能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来给大家解答一下 谢谢 OK 我应该是看这里是吧 Q&A Open Questions 对 感谢Henry老师刚才一个小时的那个分享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同学们提了一些问题 然后 那就多耽误Henry老师几分钟时间 可能回答一下 首先那个 就是有一个同学说 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动词 他没有看得很清楚 希望您可以回放一下 不知道您方不方便把页面回到 对 稍等一下 我把那个 我直接把那页看一下 对 大家可以截一个图 那可能分辨率还可以 还可以是可以看清的 那我现在同时也回答一下问题了 然后 请问你那边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没有学生把问题发到你那边 应该我们都能看见一样的 一样的问题 应该OK 您可以挑选一些 就是 比较好的一些问题来回答一下 好的 我今天怕我有更多的问题 不好意思 好嘞 好嘞 谢谢您 如果 OK 这些问题是 请问如果没有熟悉实习的话 找 full time 一定是处于烈士吗 在纠结 熟悉是准备刷题学习 准备interview 还是去一下美国小公司 inter 好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是你刷题的话 我相信你也不可能是全天一直 每天有10个小时 12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你不可能一直是在去刷题的一个状态 我建议还是说是工作经历更重要 如果你能找到工作经历的话 我相信你下班了以后还是可以刷题的 好吧 看到一个职位是想尽管 在网站上 要不要先不申请 先找refer 先找manager HR还是manager 这个问题就是说是 我的建议还是说是先申请 先申请的话它可以从公司中调出你的简历 那有些公司我知道说是你申请完了以后 就不能refer了 但是它是可以就是找到你那个职位 去找到你这个人的 然后的话refer的话优先 没有什么优先级而已 我至少或者肯定是 如果你能找到真的是负责这个职位的HR的话 先跟HR交流 因为毕竟简历是先卡到HR那一关 那我一般的话 如果我能找到相关的HR和经理的话 我都会去refer 然后下面是如果是BA的话 project怎么显示 business value 大部分都是学术企业 也只是连skill 不知道该注重哪些accompanishments 好 那这样的话 我建议还是大家去 这个问题可能是真的 可能是不是三言两语能解答好 但建议大家你去网上多看看一些example 因为大家是如果去indeed的那个网站的话 indeed 然后你看那个网站的右上角的话 会有一个resume 一个field 你点进去以后 search business analyst 这个职位 你可以看到所有在这个网站上po过他们简历的人 你可以看看别人简历是怎么写的 去看一看他们怎么去表述他们的简历的结果也好 突出他们的accomplishment accomplishment也好 所以说去多学习学习 多看一看 好吧 当然他们的简历有好的有差的 自己注重去摘选 然后我们这次课也讲了讲 哪些是好简历 哪些可能是你要去避免的一些问题 好的毕业的简历的example 这次课肯定是没有时间我现在给你发出来了 还是说刚才已经说了去indeed的那个网站上可以可以看到很多很好的简历 ok 如果你只有学术经历在分析的话 你还是可以写cover letter的话 cover letter的话更多是你 你就是更多的是去说一说自己的这个经历 怎么更多着重在skill上 而不是着重在这个academic上 比如说很多同学在说自己经历说或者面试的时候 这个问题很好 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在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 有些人就说是我这是一个学术经历 我怎么把它用professional的方式表达出来 你如果把里面的一些词你替换一下 你发现其实你这份学术经历就像一个工作经历一样 比如说你不是在说professor 而是你在说this is my supervisor 你不是在说classmates 你是在说this is my team members 你就会发现这份经历其实替换了一下 你把这份学术经历想成是一个公司 你的教授是你的老板 你的同学是你team member 你怎么样 你们当时定了一个project goal 你怎么去一步一步去完成 中间你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又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都是公司中需要去面对的问题 你其实把这个换成一个角度来想的话 你会发现是很容易 或者是比较容易去把它写成一个 更像是工作相关的一个经历的 好吧 master GPA 3.2 这个可以写上去 你不写的话会认为你低于3.0 3.8 3.9 4.0是perfect 3.5以上就是很不错 好吧 是一个优一个成绩 3.0到3.5是一个凉的成绩 但也不差 但如果你不写的话 认为你是低于3.0的话 那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成绩 好 behavior question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需要回答是用一些例子来support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我说了一个term 就是behavior question 我跟大家说要用example 要用例子 而在这个 situation question 大家用story 好吧 例子你可以说是一些statement的扩展 比如说我说我的你的 请问你的优点是什么 我说我的优点是flexibility 然后我说 因为工作环境经常要变 所以说我需要去灵活 面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通过project的一些变化 来知道怎么去track project 中当中一些milestone 那么我也应该去知道 当我这个project当中出现了很多task的时候 我怎么样根据他们的优先级和dialite 去安排他们 最好这样才能做好一个multitasking 那也通过multitasking这种方式 去来应对这些flexible的work environment 最后这就是我的flexibility的体现 好吧 我这个时候说了一个example 但是如果你是要讲一个story的话 你要把这个讲成一个故事 就是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样具体的问题 怎么样通过flexibility的方式 去和不同的classmates去解决 跟不同的colleagues去解决 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最后验证了 我有flexibility这样的优点 所以我希望我说的有点快 但大家需要去区分什么样的长度 什么样的详细程度是example 什么样的详细程度是story 好吧 然后如果今年熟悉与实业毕业的学生 由于项目一年没有实习 该如何更好的求职第一份 是这样的话 就是你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那你只能是去找相关的学术经历 去把它写进你的project经历当中去 确实有些人有些学生没有实习工作经历 但是那你更好去去怎么样 去build up自己的这个项目经历 是比较重要的 OK 然后是对于换工作什么建议吗 换工作的话 这个的话 我是觉得这次更多的是target recent graduate 如果对于换工作的话 那就是建议大家可能会有两年 或者是差不多三年的一个经历去换工作比较好 如果是你是刚毕业只有一年工作经历的话 其实不是特别好的一个market 因为一般experience的工作会要求两到三年工作经历 而这个要不就是要求 recent graduate 所以说就是看你工作的年限是有多少了 好吧 然后具体的话找工作的话 换工作的话 可能是各方面的一些要求更多 然后后面的话 我看看 谢谢Henry老师讲特别好 如果再指一段时间内不打算换工作 linked上由staffing agent reach out 说有机会 这时候要怎么晚去又有保持 OK 就这样的话 你先是 你我也是经常 我每天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这个staffing agency reach out 是吧 我一般会说 说是我说我说是是 我说我说谢谢你reach out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opportunity 就是很value这个opportunity 那你能不能connect linkedin for further communication 那一般的会connect你 好吧 connect完了以后就说那你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job description 看完了以后 然后你自己找一些理由 说是比如说哈 当时一般找我的时候很多consulting机会 我会说这个可能有很多travel 我目前的话可能不太能travel这么多 或者有时候你说你找这个职位的话 我还是挺喜欢 但是比如说这份的一些skew set的话 我还没有达到 我希望我以后去bill down更好的经历 才去reach out到你 如果你以后有更好的经历的话 也谢谢你去 也希望你能保持联系 所以说根本就是说是先把它connect linkedin 把它建立了connection 后面的话再去有意无意的去full up 当你想去找工作的时候 好吧 那基本上我是reach out了 把大家的问题都回答了一下 那可能有些回答的详细一些 有些回答的简单一些 那希望大家能觉得这次讲座 或多或少对你有一些帮助吧 确实讲的比较high level 其实每一个部分要细讲的话 都需要讲两三个小时的内容 所以说这次是给大家一个high level 的一个overview 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自己 适合自己的有用的一个部分 希望大家以后能找到 就是早日找到自己新的offer 然后build up好自己的experience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那今天就非常感谢Henry老师 给大家带来的分享了 然后也感谢同学们来参加 我们今天周日的这个线上的讲座 然后 谢谢大家 那这一次的讲座就到此结束 然后也欢迎同学们 关注我们数据应用学院的官网 我们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 都会有一些非常实用的公开课 然后为大家就是呈现 然后感谢大家的关注 然后祝大家周末晚上愉快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